首先第一个他来到高雄 要打击韩国瑜无星市政 第二个他要拉抬名义代表的选情 第三个他也希望未来陈其迈 能够接到高雄市长的班 这就是民建党的主要排算 而再来他结合一大群的牙医来帮他造势 也是希望要打击柯文哲 主要是透过宣誓性的作为 是讲说韩国瑜的大本营高雄蔡英文来了 柯文哲的大本营一世界蔡英文来了 再给蔡英文四年台湾多胎换 比如说以蔡英文来讲话 他现在其实当然他会说他有政绩牌 可是目前其实他打的主要还是两岸这个牌而已 就是说实质在政绩上 其实民众的感受并不大 因为在整个台湾这几年的经济环境都不好 只看数字不看人民 活在数字当中人民无感 我觉得今天我们把同样的话 拿来送给蔡英文也是刚刚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